本期继续介绍悬疑推理剧《神秘法医》 从男主的船上出来后 女警去找了老杰克 他越来越怀疑男主和罗伯特被杀案有关 然而老杰克却什么都没说 只问了问罗伯特是哪天死的 女警只好告诉他是10月3号 女警离开后 老杰克就给男主打了电话 男主在来的路上 就发现养老院内死了一个老头 护工们正在收拾老头的遗体 老杰克告诉他 这个老头名叫斯坦 虽然是96岁的高龄 但身体依旧健壮如牛 尽管别人都觉得斯坦是病死的 可老杰克觉得斯坦是被谋杀的 于是他就带着男主偷偷去验尸的 结果刚发现斯坦是窒息而死 就被一个壮汉护工阻止的 护工粗鲁地把斯坦的尸体整理好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男主一眼就看出 他是个很排斥外国老年人的人 两人只能继续向养老院的医生打听 斯坦的具体死状 而医生为了避免麻烦 兼职斯坦是自然死亡 还说没有尸检的必要 因为斯坦写的遗体捐赠书 尸体这一会儿 应该已经被送去当地的解剖学院 在老杰克的授意下 男主只能选择去解剖学院偷偷验尸 而此时警长已经把小夫列入的嫌疑犯清淡 鉴于他一个小姑娘无法杀死罗伯特 卡伦也被暂时列为帮凶 警长甚至还怀疑上了男主 为此他找男主的上司 要了男主在10月3号 那天的上班打卡记录 却发现男主那天 从9点到凌晨3点 一直都在法医室 于是男主的嫌疑被洗清 可上司注意到男主的打卡记录上 有两个特殊的黑点 他便悄悄地找来助手询问 助手随便一弄 黑点就消失了 可这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疑惑 难道男主修改过打卡记录 于是回到办公室后的助手 给打卡软件的开发公司 发了邮件询问 紧接着突然接到男主的电话 原来是去解剖学院 一起研究斯坦的尸体 男人发现斯坦的左胳膊 有皮带的勒痕 腋下还有一片年代久远的硫酸烧伤 尸体的气管里 还吸入了一些羽毛 男主推测 斯坦应该是被羽毛诊捂死的 之后男主又返回养老院调查 正好碰到斯坦的儿子 正在收拾遗物 儿子说斯坦其实经历过二战 缴幸处杰克逃到了这里 养老院前几天 还住进来一个 跟斯坦年纪差不多的东屋老太太 可奇怪的是 两个本应该有共同语言的人 居然连招呼都不打 好奇的男主跑去询问老太太 却发现装汉护工 正在折磨老太太 他赶紧阻止了护工 并安抚老太太 却发现老太太的胳膊上 有一串集中营鞭马 他居然是纳粹大屠杀中的 幸存者之一 警长这边也很快抓住了卡伦 可他发现 卡伦根本不认识罗伯特 由警方怎么都找不到小夫 警长只好哄着卡伦 给小夫打个电话 企图引小夫出来见面 没想到卡伦接通电话后 直接让小夫扔掉手机快跑 警长瞬间被启蒙了 无奈过后 警长又让卡伦给男主打电话 企图让卡伦护用男主 帮忙引出小夫 结果卡伦又把逮捕小夫的事 全捅了出去 警长彻底无语的 男主这边也迅速警觉起来 然而没多久 警方就发现了三号傍晚 卡伦因为一件小事被捕入狱 第二天才被释放 是小夫来保释的他 两人完全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于是警长只能无奈地释放了卡伦 晚上的时候 助手一句无心的话 让男主忽然想到斯坦的硫酸烧伤 应该是为了掩盖身上的血型纹身 而只有纳粹的党卫军 才会把血型纹在身上 于是他马上去找养老院的老太太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是照例先去探望老杰克 老杰克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入睡 男主每次来都会给他带来止痛片 而这一次来得太匆忙 竟给忘了 老杰克便没有说什么 只是握了握男主的手 就睡了过去 随后男主找到老太太 老太太承认自己年轻时 确实和妹妹一起被送去集中营 斯坦当时就是掌管他们命运的党卫军首领 不幸的妹妹被斯坦杀害 而老太太也被斯坦关在军营里 整整折磨了三个月 一直到俄国人的到来 他才被救了出来 可斯坦却伪装成杰克人 逃过俄国人的处罚 直到老太太搬来养老院 又碰到的这个癌情刀的恶魔 他又气又惊 于是某天夜里 趁人们都睡着后 悄悄用皮带把斯坦绑在床上 然后用抱枕捂死了他 老太太无所畏惧地问男主 会怎么处置他 而男主只是摇了摇头 告诉老太太 他什么都不会做 那一刻老太太终于松了一口气 命运辜负他太多 终于有人选择手下留情 而老太太也提醒男主 去调查壮汉护工 那个人很坏 男主答应了 可他一出来 就发现一群人围在老杰克的房门口 冲过去一看 老杰克已经死了 男主忙着想尽最后一份力 给人生做心脏复苏 可护士拒绝了他 老杰克留了一眼 拒绝心脏复苏 无奈的男主 就这样在老杰克尸体旁 做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女警来了 可他的安慰对男主来说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与此同时 达卡软件开发公司 给助手打了电话 他们说10月3号深夜 法医室的打卡软件出现过一次系统故障 服务器都停止工作了 是男主给他们打电话处理的 打电话这三个字引起了助手的注意 这意味着男主很有可能离开过法医室 后来男主找人查了壮汉护工的车 找出了好几袋毒品 养老院的老人们不必再受他的折磨 也算好置疑见 女警这边也查看了近期 所有和晓夫有关的监控 他发现晓夫确实卖过男主的手术刀盒 盒子里还有一把骨钳 而钳口的形状和萝卜的断纸的结痕 似乎一模一样 好了 本期影片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